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在当今社会,房子可以说是与中国人家庭婚姻甚至幸福都能挂钩的 最近呢,按照了baby老师的新剧《我的真朋友》 号称描述了中国人买房现状,以及真实反映了社会的问题 但斗笨平分4.7,嗯... 来来来,我们一起看看这部剧到底说了啥 随着几个大特写镜头,女主角程真真出场 她是个性格率真,动不动就掏心掏肺的真善美少女 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但目前在做房产小中介 此时,她正在工作时间化妆,并给自己露小魁式的打气 你可以的,弄下牌,加油 因为她正准备去一个海洋馆,见她的偶像景然 景然是个有着高冷人设的国际知名设计师 然而真真的追星之旅并不顺利 预见正在海洋馆做为义工的男主邵平成 导致真真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与男神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 她把责任都怪在邵平成身上,让人结下梁子 男主邵邦城的人设很好描述,完全照抄继承者里的惊叹 富二代,在国外不好好读书 回国之后新培养的爱好是和自己的老爸作对 惹老爸生气为日常操作 而他老爸是工作狂,打理着邵氏集团 也正因为他什么都以工作为闲 当年邵妈妈的意外离世,他都不在身边 冤家路窄,邵邦城出租房子,正好是陈真真负责 结果真真长造的租客把男主的家里弄得一团乱 还弄丢了男主母亲的笔记本 男主生气的让中介负责 真真的上司打太极拒绝赔偿 而真真说,老板,你怎么可以推卸责任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赔偿这位客户啊 老板对真真耿直的性格表示赞扬 送他五个字,你被开除了 真真只好继续找工作 正好找到了男主所在的邵氏集团旗下的爱雨家花园店 面试的时候店长问,你上一个工作为什么离职呀 真真耿直的说,因为我当着客户的面怼上司 店长对眼前的这个女孩的耿直表示赞扬 也送他几个字,走吧,我们不招傻子 此时,邵氏城刚好来报道 是他爸爸认为他不努力 强制把他送到线下门店锻炼能力的 邵氏城说,要让我留下来就得把陈真真也留下 我们俩还得一组一起工作 就这样,真真拿到了工作 男女主两个人共同开启了房产中介的探索之旅 她们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客户 各有各的难处,两人就以帮助人为前提 而不是买房为前提的在帮助客户们 没错,我跟您的感受一样 我也以为我在看深夜食堂 好尴尬 比如说,真真接到了第一单大生意 客户竟然是景然和他妈 而且是2000万的豪宅 真真很随意的找到一个买家 都50多岁了,还自称有个独小学的儿子 真真也不觉得奇怪 急吼吼的就带着人家去买房 结果签约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客户是个疯子 因为儿子出事而精神失常了 没事,由于编剧的帮助 真真马上又找到了一个客户 条件什么的都合适 临门一脚了 真真却不让人家付钱 原因是,这套房子超过了客户的预算 客户说,没事 这个是学区房 为了孩子,咬咬牙我们还是买吧 真真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狗 竟然教训起人家夫妻了 说,既然养孩子费钱 你们不更应该慢慢算着用吗 我竟然无言以对 就像这位客户说的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做房产中介 去做教育家 做心理医生呢 看到这里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追下去了 虽然后来编剧为了圆这个故事 让这对夫妻一直到儿子有焦虑症 不应该再逼儿子读书 而接受了真真的建议 选择一套靠近篮球场的房子 我认为 男女主应该做联合国和平大使 而不是房产中介 还有更扯的 邵邦成他爹本来经营的是房产中介公司 竟然要转型房产开发 现在房产中介的资金都这么雄厚吗 要转型开发 邵爸爸就各种努力把知名设计师 井然请来助阵 不管怎么说 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终于在编剧的帮助下相互有了联系 我知道 编剧这样安排是想通过卖房这件事 探讨教育 婚姻等社会问题 就像剧的简介说的 三个年轻人通过买房卖房租房 见证都市各阶层人情冷暖 并未改善中国居民居住环境 造福社会人民而携手奋进的故事 好感人的大纲 可是故事讲不好 你在简介里字还有个屁用 就算只是个小房产中介 也得有自己的专业素养 而所谓专业 并不是自以为是的为你的当事人 提供你认为所谓正确的道路 而是尊重他们 为他们的多元价值感提供各种容身之所 说白了 就是把工作做好 并且好好赚钱 而我们的职场剧 为什么连这么务实的一句话都拍不出来呢 要整天用鸡汤和谈恋爱来伪装自己 好吧 闪电最近对国内的职场大剧有点追无力 大家有什么好剧推荐吗 请给闪电留言 并且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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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